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万长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的建国县了 那我们去看女神 在我身后呢这个就是彩虹桥 那晚上的时候就特别的好看 那白天的话就看不到什么样子 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杨沙女神雕像 我们去看这个杨沙女神这个广场这里 那杨沙女神呢就用了五个月就把它建起来了 它是全国最高的苗族美神雕像 它的整个高度呢是88米 底座是22米 身高是66米 也就是说底座是每年的2月2 以苗族的这个节日来定这个高度的 从它的高度呢就显示出苗族的文化和寓意 杨沙的故事呢是一个关于一位热情奔放的苗族姑娘 气美而优雅的爱情故事 它是惠州版的刘山姐 是苗族版的阿司马 现在的杨沙已经被列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个杨沙的故事呢有很多 那我们呢以后会给大家讲解的 特别是建河还有温泉 那有时间的话大家记得来找我玩 然后我们带你去温泉玩 还有这里合影 留恋 打卡 也可以到我们家乡去带你去划船 都是非常原生看的 欢迎大家来我们贵州玩 拜拜